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西洋菜谱每周分享 今天分享方便螺丝粉 最近超市大减诈 这个螺丝粉才一块钱一包 所以很多同学和老商都买回家吃 但是他们说很多同学说 他们那个粉 就是怎么煮都是很硬 不知道怎么煮 让我分享一下怎么做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做过螺丝粉 不过既然他们要求 那我就分享一下 这个螺丝粉 怎么把它从干粉弄到变丝粉这个过程 准备的材料当然就是 只有一包这个方便螺丝粉 你可以扎些葱花 它可以放一块那个腹皮 或者是一些菜 那我们现在就剪开来看看这个方便螺丝粉里面的什么材料 有一包那个富足花生 还有这个汤包 还有蒜醋包 那些炸菜 辣椒油 那么主要是这包干层 同学们不知道怎么做 水开了 水开了 螺丝粉 加进去 然后把它脚松开来 就是不要混在一起 盖上盖 等它在煮开以后 一两分钟我们就关火 先不要开盖 等个十分钟才开盖 那现在就是十分钟了 那我们就是拿出来 把它冲冷水 这个粉基本上就已经熟了 从干粉变湿粉就这样子 其实把它煮开了 焖煮了十分钟 它就 你可以放冰箱 或者煮很多 随时拿出来 要煮多少有多少都可以 现在就是 把它沥干水 我们就可以做了 就在汤里面 烫一下就好了 现在就开始做汤了 锅里面大概放个两克的水 如果你想做一点汤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两克差不多够了 然后你可以先放那个汤料 或者是说你等它水开了也可以 不过这个也无所谓 你看你自己放一遍 水不水开的时候放也可以 把那个蒜醋包 那个 螺丝汤 把它放进去 如果你觉得太浓了 可以放一大半或者一半都可以 我一般都 不是放的很多 因为我不吃的太浓 那个 辣油你可以放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放全部太多了 因为我也不吃的很辣 就一点点就够了 几滴就够了 可以多放一点 放辣都多放一点 好 我们现在等它滚开了 我们把粉一烫就好 我们现在把那个 附足发生包剪开了 那我一般呢 我是把这个发生拿掉 我就不要 因为一般那个油炸的发生呢 它是烤过的话 它放的酒可以有一种 油烤的味道 可以破坏那个口感 所以我一般就不要 你也可以不要 因为那个发生放太紧不行的 一般这种 包装的就不要吃了 好 现在水开了 我们就把这个 发好的粉 放上去 烫就行了 你可以把这个腹皮 如果你有蔬菜的话 就把那个蔬菜腹皮放进去 一起 再重新把它煮开就可以了 那现在重新煮开 那基本上这个粉就已经滑了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我这个汤还是剥了一点 可以上一碗做 把它拿出来 现在就把这个木耳 放进去 首先那些菜木耳 还有这个双笋包 你也可以鸡前放进去 也可以 把它煮一下也可以 但是其实不用煮也可以 这样子烫一下也可以 然后你可以放一些葱花 也可以放一些 放一些那个生菜 再加一些鸡杂的发生 因为鸡杂的发生比较新鲜嘛 那这样子我们的方便 螺丝粉就好咯 希望你喜欢咯 一下子 这样子 然后呢 再加一些鸡杂的发生 感谢观看